各位香港人早晨 好嚴重 我是五仔 我是希哥 我是希哥 我們是Hey5 晨早新聞報傳 你看到我那張圖 嘩 多差多字 今天很多事情發生 有一個會專題跟大家繼續做 先說天氣 好來到7月6日星期二 我們現在的1號風球是現證生效 由於附近有兩個風 不過也有點距離 一個是台灣海峽的熱帶低氣壓 環流較少 跟相關的強風 會在今天保持一定的距離 外圍雨影響廣東沿岸 另外一個就是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槽 會在今天大部分時間 跟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的距離 按照現時的兩個熱帶低氣壓的預測 壓力1號戒備訊號 會在今天大部分時間維持 不過就影響不大 預料今天也是多雲 短暫時間有陽光 也有紀鎮趙雨 稍後可能會有些狂風趙雨增多 和局部地區有雷布 最高氣溫約32度 吹和換的東風 離岸風勢間中清淨 是 又台風 還有兩個 所以我也說 風濕 真的 辛苦 最後一大件事 就是講到 一定先講到 但我待會會再講一條 很大件事 香港政府說監管起底 起底警員的事 華爾街日報就報了 Facebook、Twitter和Google 警告將會撤出香港 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 譬如起底警員 他主要是講警員 然後就說 那些 公司的員工 可能會受到法律刑責 就是他現在的 修例的情況 說到 你們會 調查Facebook 或者Google的員工 其實呢 Google那邊 就 連連Youtube 啊 蕭先生那些很好笑 說到 大家過不了日子 沒有Facebook、Youtube 這樣 這一個我有一個 很獨特的見解 稍後記住 聽我一會兒的影片 但我有一個 非常肯定的消息 跟大家說 今天股市應該會跌倒 如果這樣的話 即是香港 鋒網 說到 稍後你九點半 你就看到了 這樣也不跌倒 這樣還不跌倒 一些消息傳出來 稍後再跟大家 深入地研究 我對這件事 是有非常深入的見解 我昨天跟熊飛龍 聊了一會兒 大家都很害怕的 很慌張 其實最害怕應該是我們 像Youtuber 甚至說到蕭先生 說了風涼話 他也不太風涼 甚至他這次不用燈神 這招 他說你猜一下 等一下跟大家慢慢說 其實在網上這些新聞 不簡單 之前已經有一個網台出事 涉製作藐視中國的節目 和洗黑錢 這段影片 D100主持阿傑斯 和女助手 轉區院 答辯 你也知道 現在網上的事情 很嚴重 說到 被控五項 作出串謀 具煽動性意圖的罪 另外就是 洗黑錢 他和他的女助手 都是在網上 有這樣的事 接下來 究竟會怎樣呢 會繼續和大家跟進 因為這宗 都算是網上做節目 而入序 和一些網絡的事情 這些又是 一有最新消息 就和大家說 但是 要和大家跟進 一個非常密切 大家很關注的 就是7月1日 那個維他奶 員工的刺警事件 維他奶市值 單日蒸發了37億 這個相當之厲害 這件事差不多比 Nike Adidas 那個新疆棉的事件 所以 這些都是 好像很無辜 其實跟維他奶有什麼事 當然有人說 他們公關說得不對 又這樣這樣這樣 那個 就說是辭職了 傳出了一個消息 就說他已經是 即是發布 那天那篇文的員工 就是辭職了 另外 就說到 那天不是拍了那個 刺警那個 現場那個事件 那個 那個 女人 那個女人 就說是被他公司 就是 就是 炒了 昨天有一宗是這樣的 消息傳出來的 那 為什麼呢 大家在網上問 其實那些消息 都只是收到這件事 就說 你拍到也不行 為什麼呢 可能就說他拍警察 或者是怎樣的 那些 其實這些都是 很古靈精怪 現在的政治是相當敏感的 所以 所以就 對了 另外還有一宗比較嚴重 就是 維他奶 就說昨天收到 有人放炸彈 恐嚇他們說會炸你們的維他奶廠房 這樣 報警的了 報警的了 就說 列作這個刑事恐嚇 對了 是 昨天收到炸彈恐嚇訊息 在昨天的11點鐘 公司職員報警 有人在網上表示 會到公司放置炸彈 消息指 維他奶公司的Facebook 收到留言之後 即是Facebook的PM留言 聲稱會在屯門的廠房引爆炸彈 警方就列作刑事恐嚇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拘捕 其實這些 要拘捕 為什麼拘捕不到呢? 檢查他的IP 即是 你的PM 有什麼 這些其實好什麼 要拘捕很容易拘捕 刑事恐嚇就說暫時未拘捕到人 不知道是不是 有點私心還是怎樣 要拘捕我覺得很容易拘捕得到 另外再說 其實香港有很多新聞 林鄭 接下來又說公佈防疫安排 又有新事 因為美國總領事館 有職員初步確診 哇 新增一宗確診 患者是英國抵港學生 另外美國駐港總領事一名職員初步確診 管方強調這名員工沒有從事和公眾接觸的工作 為什麼他會中招呢? 這個真的很奇怪 總領事館說今天會進行關閉深度清潔和消毒 林鄭月娥明天 星期三 五夜 左右 就會在行政會那裡開會 決定全盤延續和作出微調 講一下通關的事情 應該今天或者明天 這兩天 林鄭月娥就會見大家 如果大家不想看電視就關掉了 再講 很多打針的事情都會出現 有問題 有兩個人打了科興 就說是死亡 衛生署 就說是死於心臟病 兩名中年男人 離世前14天內 就曾打科興疫苗 就說中年 是不是真的中年呢? 新聞報中年 40和41歲 中年應該就 可以說剛剛踩到一條界 但其實是壯年 40至41歲 是很年輕的 是啊 即是五十八號才中年 應該 應該是的 因為40歲是 如果中醫來說 是剛剛那個高峰期跌下去那一刻 你沒理由40歲就說人是中年 65歲退休 又算不算是老年呢? 剛剛退休 其實65歲很多都很年輕的 你看很多明星都已經是70歲 68歲 很多都還是很年輕的 那麼40歲 你說是中年 那你說是不就是 80歲 41歲 41歲 80年出生 那是不是中年呢? 不是不認老的問題 是他不是 實際上 那衛生署說是中年 就是 曾經接種科興疫苗的 兩宗都是 可能心裡比較中年吧 另外就說 發表死因分別就是 急性心肌梗塞 和缺性心臟病 但是家英哥也打了科興 會不會是呢? 關事呢? 家英哥也沒事 汪明荃也沒事 真的 是啊 人家年紀又很大 這些是老年 如果這樣說 實際上是沒有事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大家對中年老年 哪種針的想法都有點不同 另外就說 評估23宗死亡個案 13宗死亡個案 和疫苗接種沒有因果關係 其餘的10宗 其餘的10宗 就是和疫苗接種沒有關聯 那就是沒事了 全香港沒有人打針有事 這就是我的報導 不是 我看到的報導 Sorry 說錯了 另外這件事挺有趣的 有個女人 搭九巴佔用輪椅位 那是你呢 野氣爭議 車長 就把她的手推車 丟出巴士外面 車長被捕 對了 你這樣什麼的上班 又在昨晚7點鐘 一個50歲的女人 搭隔巴士途經 授謀平順利村 對開巴士分站的時候 她放了一個車仔 在輪椅位 31歲的車長 竟然把她丟出去 車仔的保溫瓶就爛了 警方抵達現場調查 就涉嫌刑事毀壞 拘捕車長 據了解 這個女人在港鐵黃大仙站對開 就上了一輛21498 拿著手推車 放在輪椅位 車長看到這樣 就叫她擺另一個位 那個位置擺輪椅 雙方一度爭執 其間去到沙田咬道分站的時候 車長把她的手推車 扔出車外面 引起陳姓婦人的不滿 其間有其他乘客 就不值陳婦所為 而不值陳婦所為 引起罵戰 報警 最後拘捕的竟然是車長 其實這件事很有趣的 原因是司機說 這是巴士輪椅座位 但是 因為那時候沒有輪椅的乘客上車 那個位置擺東西 不讓他擺 但是沒有這樣的輪椅客 到最後他做了一個行為 就是把他的東西扔出車之後 警察就拉到巴士司機 就說他弄壞了人家的東西 認是毀壞 就好像有點衝動 那你沒有乘客 沒有輪椅客的時候 那為什麼不可以被人擺東西呢 這個 大家可能的想法都不同 可能有人幫司機 或者怎麼樣 我就提出移民而已 那大家自己定奪 我對這些民事糾紛 完全沒有立場 我對這些民事糾紛 那再說 昨天 有一個就是 染了肺炎的腦翁 這個就是腦翁 78歲 就說他上年12月確診 毀台了7個月 昨天終於都過身不治了 這樣說的 但是你說打了針 你說打了針7個月之後死了的話 你關不關那個疫苗史呢 一定說不關 但是現在你說確診 7個月前確診 現在之後死了 你就說關那個肺炎師 對 台了7個月 他都熬得很辛苦 是 他說他本身有長期病患 其實你這樣說完之後 他那宗個案是6794 你想想現在是 一、二幾幾 還是多少 已經去到 他很久之前 他有長期病患 確診 上年11月30日病發 12月4日就確診 去到昨天 7月5日 才說離世 你想想 可以捱到這麼久 就算是長期病患者也可以 如果你說確診之後 那是不是正常人可以自己 康復病毒 我只是帶出疑問 因為他本身已經有長期病患 確診這麼久才會死的 原來 那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害怕呢 有時候的人 大家最重要是要注意防疫 我覺得新聞很古怪 跟大家說說 另外泰國那邊大爆炸 台灣的 台商 就是台灣資金的 化學工廠 昨天早上大爆炸 火勢控制不了 消防人員也順職 5日凌晨3點 位於北南虎 這字 玩 玩 批怨 因為他的譯音比較古怪 泰國名替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廠發生不明原因爆炸事故 至今火勢微薄式 不斷傳出傷亡 他很大的面積 八千平方公尺 就是明替化學工廠 傳出三次爆炸 火勢延續 不斷燒 不斷燒 周圍的房舍 建築物都被波及 陸續有傷亡傳出 最少一名消防員死亡 30人受傷 爆炸包得很厲害 跟大家報一報這些外國新聞 比較嚴重 希哥有什麼想說說嗎 沒有 好 另外有一個辦圖人問人拿電話看時間 搶手機 還有這個 枯頸劫的士安 四個同黨被捕最小13歲 又是低年齡化出來吃大茶飯 厲害 這陣子沒什麼事情做 那陣子有沒有搞錯 搶搶了人家 合共12800元 一萬二千八百元 那便起回失物 然後被捕了 全部有黑社會背景 最小是13歲 四名男童年齡 介乎是13至14歲 小到多重要 十幾歲 十幾歲 你玩一下興趣巴 就算了 十幾歲 如果不是 你不是持刀 什麼各樣 其實十三四歲 應該就是 正常男人 如果你說在外國服兵役 台灣或者什麼 就是一搶便會被捕 不是怎樣 十三四歲 但是都被人捕倒 所以說其實香港人 沒有什麼男子氣概 其實跟伏兵役 我覺得有些關係 其實是 台灣 美國 每個人都是 21歲或者怎樣 有一個訓練 基本求生 或者基本防禦自己 都應該是 有一個 有一個保護自己 好 另外 電騙 藍騙子扮內地公安 朗程村女子 被騙四萬元人民幣 大家自己收到的電話 就小心了 那時間來到這裡 待會再跟大家深入了解一下 這個 又說Google又撤出香港 Facebook又大家不能用 Twitter又是不是撤出呢 搞到我的心都很亂 要跟大家說一說 不然大家在不明朗的因素下 就會很不開心 不知道還能不能看YouTube 這樣 那時間來到這裡 麻煩希哥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鈴鐺 回家裡留言給點讚 下條影片見 拜拜